有一個數字,比如說哪個號碼1到49號 它的個別機率是多少 它的排名,然後前七名是哪前七名 OK,也就是你按照順序哪個號碼出現的機率最高 OK,最好是幫我列個表 其實我就想知道說 歷年來哪一個號碼開出來的機率最高 OK,那你要怎麼做啦 反正方法很多 最沒有效率就土白鏈鋼 最有效率的我想目前應該就是撰寫程式了 OK,所以剛剛的步驟的話 我們再把重點再回顧一下 最後做出來的結果就會是 其實這工作表這麼多個 你可以一直開沒關係 不要的話就把它刪掉 如果說你剛剛練習完 不必要的就把它刪掉 再開一個新的重來一遍 OK,然後剛剛的程式基本上 就主要是原來錄下來的架構就是WIS到WIS OK,然後呢 我們其實只有改兩個變數 一個變數的話就是在 這個是原來的 那我們只是在原來的1 IM-PAGE等於1 把它加上一個I 那I的來源就是這個FOR迴圈 把這個FOR迴圈1到57方的這裡 第二個的話呢就是要去追蹤 本來這邊是E啦 把它ANDR 所以這邊就要加一個什麼 在雙引號外面 包一個ANDR 而且AND前後呢都要空白 然後做一個邏輯判斷 兩重邏輯判斷 如果呢 第一次執行的話裡面是空的 那它就是E 所以把E放進來 假如說已經放了裡面有東西了 那之後就是向下追蹤 AND前刮鬍 特別注意哦 這個前刮鬍後面的是XL L不是E 可以常常打錯 我是建議啊 像這邊呢 盡量用什麼 自動產生的 你不要自己打 什麼自動產生 你打一個點 Range A1 點嘛 它會出現 你打一個E E 一定會AND 你用點兩下嘛 那前刮鬍 它會有一個清單 你上下左右選一下 它這個SLDOWN 點兩下 保證不會錯 OK 所以我建議哦 你有些東西不要用自己打的 因為自己打 不一定對 但是選擇保證對 絕對不會錯 那因為寫程式最怕就寫錯 任何一個字 一個字錯了 你程式都有BUG 就沒辦法Range 那底下一個點的 點Raw 打一個R就出來了 Raw就出來了 OK 把它加1 有沒有 向下追蹤到的列 把它加1 放哪裡呢 放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它的Distination 就放的位置 它會不斷不斷往後面 去做什麼調整 那這樣跑 基本上就跑出 OK 沒有問題 另外的話 其實這個程式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樓框這麼多 這個是陸自聚集 它一定會幫你產生 但是有的時候 像我的習慣 我會去把裡面每一個 每一個 到底它什麼意思呢 會去看官方的一些說明 你可以怎麼看呢 在這個叫query table 這個query table的物件 有沒有 query的查詢 查詢表格 意思是查詢網頁上的表格 那我按F1 它會怎麼樣呢 跳出那個相關說明 那我會去查 每個參數裡面到底要怎麼怎麼用 有沒有 裡面都有相關的參數 然後裡面的話query table 然後點進來的話 裡面有一些相關的說明吧 那我會去查到它裡面的 每一個每一個屬性 相關的項目 那到底需不需要呢 後來我發現 其實底下這邊 基本上只要留 三個點就可以了 其他都可以三 哪三個 第一個的話呢 就是留那個 這個可以三 從 Designation底下 一直到Web Formating Formating就格式 意思是說要不要留下網頁的格式 這邊有個NUN有沒有 沒有 那表示說 從 這個 Designation下面這些 都Delete掉都可以 有沒有 所以直接要留什麼 不要格式 然後第五個table 這兩行 那再來的話 有個refresh 這些呢 通通都可以把它刪掉 好 有沒有 哇 清爽許多了 其實 當你不刪也沒關係啦 但是刪了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程式 其實就會 看起來感覺 就沒有那麼恐怖了 OK 而且越來越 爽朗 那執行 OVERK呢 執行試試看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你不刪也沒關係啦 我是說 我習慣是 因為我程式 習慣就是越短越好 有沒有 越直覺越好 然後可以寫出來看一下 看能不能跑呢 直接執行 好 你會發現 他就跑57次 那就幫我把所有的東西呢 全部都下載下來了 欸 你看瞬間就是 不過我跟各位講一下 因為我之前上課 有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 因為大家都去抓 結果那個SERVER 好像被我們抓到掛掉 就會連不上 所以待會如果你發現 伺服器用到掛掉 所以一般就是要不然 你就是把這個 1到57不要那麼多 你的1到10頁就好了 或者1到5頁就好了 你練習的時候 你可以先少一點 不然要等很久之外 也怕說那個SERVER會負荷不過來 會有那個錯誤的發生 OK 然後再來的話 還要解決幾個問題 所以特別注意 把剛剛的程式再精簡 剩下3行 OK 然後再來的話 其他應該沒問題吧 我發現這個 應該很多 基本上前面都講過了 像縫迴圈跟邏輯判斷 OK 那再來的話 要解決 幾件事情 就是第一個 這邊已經有一個日期的 有沒有 這個標題列 有一個 那再往下你會發現 又會多一個 只要每一頁 所以總共57頁的話 那底下會多出有56個標題列 那怎麼辦呢 你可以按右鍵把它刪除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一個慢慢刪 可能太花時間了 如果說你要怎麼刪呢 另外你可以做什麼排序 有沒有 這邊可以 用 資料裡面有個排序 日到A 全部出來了 那你可以怎麼樣 把它排序之後 把多的刪掉 可是問題來了 你要把它刪掉之後 你又要再把它排 排序排回來 可能會出一點問題 因為 你那個前面的排序亂掉 你重新排 那亂掉了 你又把它排回來就很困難 所以這恐怕不是什麼好方法 那還有什麼方法可以解決 就是快速刪除 這個前面 比如前面是日期的 這一列要怎麼刪 除了寫VBA 其實還有一個方法 我記得就是說你可以用什麼 在常用裡面有一個叫尋找 尋找與取代 或者按Ctrl-F也可以 Ctrl-F 尋找 尋找什麼呢 我要尋找日期這兩個字 你就打一個日期 這個時候的話 你按全部尋找 它會幫你怎麼樣 把裡面儲存格是 那個什麼呢 日期的那一些列有沒有 儲存格在哪裡 它幫你列出來 那其實我只要留下什麼 留下A1這一個 其他刪掉的話 那你其實 先點第二個 按Shift鍵 再去點最後一個 這個時候不是叫你按Delete 如果你現在Delete的話 它會怎麼樣 把那個裡面的列刪掉了 但問題 它裡面的資料刪掉 但裡面 這個刪掉了 沒有 它是把什麼 把資料刪掉嗎 所以特別注意 如果你要把那個資料 把整列刪除的話 記得 這邊你可以用一個動作 就是用Ctrl-F 尋找有沒有 然後找日期 全部尋找 另外的話 你可以用一個方法 就是把第二列 一直到 最下面這一列 那記得不要按Delete 你用刪除 刪除的話 它有讓你選擇 你要刪 那個日期 那個儲存歌 還是刪除那一整列 特別是 刪除那一整列 那你可以選擇什麼 刪除的地方 選擇什麼 工作表列 它會把那個什麼 它一整列全部刪掉 像這個方法 我是覺得 如果你不寫程式的話 那這個方法 應該算是 最快速 而且比較沒有什麼後遺症 因為它把它刪掉之後 那些就刪除了 而且不會影響 你原來的架構 OK 可是如果說 假如說 因為那個方法 畢竟還是要手動 所以 如果假設 我們今天要寫一個程式 我希望幫我把 如果是 裡面是日期的 這一個列 幫我刪掉的話 那我的VBA該怎麼寫 那當然我可以第一個 可以切到那個什麼VBA 裡面 在模組裡面 那寫 你可以開頭打一個sub sub 比如我要寫什麼 刪除那個叫什麼 日期列 OK 打一個叫什麼 刪除 日期的這個列 日期列 然後直接按enter 他會自動幫我加小瓜 虎 and sub 那也就是我可以直接在這邊寫東西 那怎麼寫 特別注意 我的邏輯是這樣子 我要從最後面開始刪 最後面往下找 特別注意 那為什麼要最後面往下找 因為如果你 找到這一列 如果你把它刪掉的話 如果你從上面一直往下刪 你會發現 刪除它之後 底下的東西會怎麼樣 往上又地補了 本來是 它是什麼 原來是5097列 那如果你把它刪掉 底下東西都會一直往上擠 那它的順序就跑掉了 所以我是建議你從最下面往上刪 會比較沒有這種問題 那怎麼寫 所以首先第一個 回圈範圍是 全部的範圍 for i 等於跟剛剛一樣 最下面的列的話 其實你可以參考什麼 參考這一個 這一行 抓到最下面的那一列 空一格到 所以它回來可能就是 Ctrl向下 5133 它會把5133放在這裡 到哪一列呢 特別是你要三次其列的話 Ctrl向上 你不能連這一列也刪 這一列要保 所以跑到這邊結束 所以 最下面一列到2 然後後面加個Step Step加-1就可以 意思是越來越少 Step一定要加 如果你沒加它 它跑一次就 停掉了 因為預設是Step1 越來越多 OK 我們現在是越來越少 所以一定要Step-1 那做什麼呢 判斷 判斷什麼 EF EF什麼呢 EF那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日期 判斷一直往上找到 找到是日期 有沒有日期往上找 假如說程式上 跑到這邊了 日期幫我把這一列刪掉 所以如果是日期 把它刪掉的話 那程式如何撰寫呢 如果 那一個儲存格 儲存格是Sales 這個我們前面寫過 I列的 哪一欄呢 A欄 如果它裡面的資料 是等於什麼 等於日期兩個字的話 所以我就在這邊寫個日期 Zen 然後打一個Zen Enter兩下 打一個Enter 然後呢 做什麼呢 如果它裡面是日期 那就幫我把這一列刪掉 這一列什麼刪呢 其實再來就要學一個叫Raw物件 Raw加S Raw就是 這個列的物件 那哪一列呢 就是那一列 那一列就I列 那刪除的話 就是點什麼呢 點Delete 好程式寫完了 如果你寫這樣子 基本上其實程式也沒有很複雜 就是一個反向回圈 加上 一個邏輯 判斷 如果儲存格裡面 是日期的話 就把這一列給刪掉 如果這樣寫完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不過這樣跑一下就全部刪完 太快了 一下56列就全部 那我們怎樣 設個中段 你又跑日期看看 執行 那它一直往上找 找到5097 5097 剛好就這一 5097 想說像這樣 5097 我看 97在這裡 OK 它找到了 它找到哪一列呢 5097這一列 然後如果要把它刪掉的話呢 那我們就直接Delete 我們看一下 按F8 有沒有發現 這個時候的話呢 5097那一列就不見了 那5098就會往上移動了 可是因為我現在是繼續往上走 所以並不會影響到之後要找的這個列的順序 但是如果你相反 我剛剛為什麼要反向回線 如果你由上往下的話 那可能會造成那個順序不對的問題 這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一般刪除列的話 建議都是從後面刪 那其他我就不中斷 我就直接全部跑 這個時候瞬間呢 它就幫我把所有裡面 會是日期的所有的儲存格 通通一次刪完不見了 OK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那一樣啊 我把這個程式 就是待會的話 也許會放在雲端上給各位參考 你們也可以參考那個雲端白板上面 我們剛剛程式這邊 這個都有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 那剛剛的程式在這裡 然後修改的結果 另外的話 我剛剛有講說快速的移除 這個是手動的方法刪除列 那如果說你要用什麼 用我剛剛寫的一模一樣在這裡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我發現 你 哦 有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